從黨團質詢請發言 市長 我武黨聯盟想請問市長 你有没有在這段期間 總統選輸了 你有没有檢討過 为什么会被罷免 有没有檢討 为什么会被罷免 有没有看过 你被罷免的一些影片 为什么高雄市民 要对你发动罷免 请市长 你在这段期间 是否有深入的检讨 请市长简单的回答 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 请韩市长简单答复 谢谢陈三位议员 及武党及联盟的咨询 这题问的 的确是很震撼 时光倒流 时光是不会倒流的 去年出来的情境 那时候 我个人采取的被动事 结果民意支持率非常的高 被动了参加 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然后因为获得了第一名 所以参与了 那时候内心除了希望帮国家做事情之外 也真的是希望帮高雄 也能够好好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曾经承诺 如果选上总统会有三天在高雄上班 也希望把中央一些资源 调动在高雄 让北台湾 南台湾 双引擎的发展 结果选举的结果 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再赘述 时光不会的倒流 但是当初选总统的时候 的确对国家 对高雄这个土地 都有一个热情的使命 特别跟上会议员来报告 谢谢 如果我讲的 因为上次市长所提到的 就是 有时候这个时光不能倒流 那重新思考的就是 情终你提到的 就是所谓的 跟张三振那时候的 有提到 高雄市要什么没什么 然后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那现在520快到 那蔡英文现在当选总统 是不是还是我们高雄市要什么没什么 你要不要在这个时间 也请市长跟中央跟蔡英文在520就职 既然你赢了 那我高雄要的是什么 是不是可以有 有时候要跟蔡英文总统 即将接任 即将上任的总统 说高雄需要什么 你可不可以简单 可以答复 请韩市长答复 谢谢吴义正的咨询 520蔡英文总统在后天 即将第二任的任期 那行政院政务委员张启臣 先邀请我们叶匡市副市长 去讨论 大南方的开发计划 事实上对高雄人民来讲很不公平的一件事情 高雄人无怨无悔支持民进党几十年 但是高雄市的发展的确比不上北台湾 所以我们希望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 绝对不要因人肺炎双重标准 就像爱琴摩天轮 刚才看到那么漂亮一个摩天轮 交通部迟迟不签订土地协议书 就像我们看到高铁 下面这条路 从阿联北上这条路 为什么台南可以通 而高雄不能通 像这些点点滴滴 好多好多的事情 我诚恳的期待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之后 能够把全台湾都看成服务的对象 绝对不要因为 什么人干什么县市长就有差别待遇 这个对高雄很不公平 另外高雄有巨大的潜力 即待开发 一旦开发起来之后 我相信会耀眼全台湾 这个我深具信心 谢谢 谢谢 谢谢市长 我们的主席 大家好 基本上我们高雄市的市长 要去选总统 基本上这是光荣的事情 很难得 我们高雄能够 这么样的亮眼 这么样的亮丽 有一位总统候选人 从我们的高雄的基层 然后来参与这一场的 这个四季的大战 不管输赢 高雄都是赢了 那市长 民间的这个反应 当然有两级 有的人相当的肯定 市长 有的人也因为市长的离开 或者是请假 而有所责难 那当然这个 要由市长你来拟补 你的团队来努力 那我们五党联盟 很关心的 万一真的罢免通过了 那么多期待你的人 那么多期待你要完成的证件 那么多显民朋友 希望你继续留在高雄 你万一真的被罢免了 那你最遗憾 你在高雄 没有完成的工作 有哪些 你最想完成什么工作 万一真的离开了这个岗位 你到了其他的岗位 能不能还继续来 为我们高雄来打拼这些 你曾经许效的诺言 请市长答复 谢谢 请还是市长答复 谢谢顺基议员 如果被罢免 我对高雄最大的遗憾 排一个优先次序 第一个遗憾 就是双语教育 高雄市如果在两年之内 推动全高雄市实施 中英文双语教育 会影响高雄未来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发展 第一个遗憾 万一新的市长 没有办法继续推动双语教育 这个会让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遗憾 但是不管当市长是一年半 四年八年十二年都要下台 重点是下台的时候 留的是什么 我们市府的团队在这边 议员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一个不贪污的团队 这是一个不炒土地 不包工程的团队 我们全部是认真的做 市民朋友愿意我们继续留下来 我们就继续打拼 市民朋友觉得我们这个团队 包括对我本人 觉得不认同 罢免下去 我们就会离开 但是不管做多久都要走 我再讲一遍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我们能做多少 本足为我们自己良知 所以双语教育如果在高雄 没有办法推动 南台湾整个高雄 没有办法面对国际 我们下一代的前途 会非常辛苦 下一代的高雄子弟绝对不会跟台南台中基隆竞争 下一代的高雄子弟是直接要面临到美国 英国大陆日本的竞争 所以我觉得高雄未来前途唯一的机会 唯一就在国际化 我们整个团队做好基本工作 就是要全力来冲下一代的国际化 以及照顾弱势 我觉得这是市府团队放在肩膀上的责任 办好教育 照顾弱势 如果被罢免 我们没办法继续推动 我个人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是整个高雄市百年的基业 垫下来的国际化的双语教育 如果被取消 这会是高雄市市民重大的损失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也期待我们市府团队的努力 我们两百七八十万的市民 在期待着 谢谢 来 主席市长 各位局处所长 这是我们五党联盟 假设性在这边请教一下 我们韩市长 要是罢免没过 我们市府的团队 是不是继续像这一年多来 针对我们的陆瓶 水锅的水利局的一些清锅的 包括灯亮 这方面继续努力 来完成前草 包含六龟美农 还有内门 三十年以来未完成的事项 是不是 本席在这边也表明 对韩市长 以及各局处的一个肯定 希望未来的团队 这个罢免案 本席是绝对是不同意 因为有这么用心的市府 来照顾我们高雄市的市民 希望在这边 呼吁高雄市民 这么好的团队 不贪污 不舞弊 希望再借再利 请市长答复 谢谢 请向答复 谢谢朱信强议员 其实议员可以看一看 我旁边叶匡时 李世川 陈雄文副市长 跟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时常勉励一句话 当官 在政府部门服务 能服务多久 时间到了 就要走 重点离开的时候 留下什么 看看我们的任期 看看我们的岁数 看看我们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秉持一个理念 能做多少算多少 我们有这个机会 帮高雄市服务 就全力来打拼 有招一直退休 你想做也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说人在宫门 好修行 跟信强议员报告 如果罢免没过 我们市府团队会一本初衷 全力帮高雄市来冲 我们过去这一年半 高雄市 是全世界华人都在注意的地方 也是全台湾都在注意 我们有信心 会继续让高雄发光发热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